离婚11年 董捷和潘月明的生活天差地别 如今互动 网友是为了儿子复合吗 最近48岁潘月明在微博上更新动态 内容儿子好帅 生日快乐并爱特前妻董捷 同步晒出14岁儿子放烟花的视频 视频中 鼎鼎的45度角色炎非常清晰 清秀的脸蛋让网友们看得一清二楚 董捷在评论区回应 他一定会越来越好 并且关注潘月明的微博 这引起了不少网友纷纷评论 这是真正的世纪大和解 这是要复合了吗 复盘一下潘月明董捷 为什么被称为世纪大和解 潘月明董捷是因为拍摄红衣房相识 致富一日的相处 潘月明对一见钟情的董捷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两人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地下恋情 直到2008年9月才宣布在一起的消息 低调举办了婚礼 婚后董捷马上怀孕 得知老婆怀孕的潘月明几乎没拍过戏 至常照顾董捷的饮食起居 陪董捷去产检 儿子鼎鼎出生之后 潘月明也在社交网站上表达过对董捷的爱和称赞 潘月明对儿子鼎鼎百依百顺 经常陪伴儿子玩耍 但是在鼎鼎三年后 潘月明和董捷选择了离婚 许多人不明白 董捷和潘月明结婚后 直都是娱乐圈模范夫妻的代表 两人结婚还生下一个儿子 生活平淡又幸福 但是为什么会离婚呢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原来离婚的原因 是因为董捷觉得潘月明适度成性 粗暴无礼 因为当时董捷风头正诚 法院将儿子鼎鼎判给了董捷 一时间潘月明被扣上了渣男的帽子 潘月明遭受了很大的打击 五个月后 随着董捷和王大志在三亚基纹视频的曝光 整件事发生了360度的逆转 很多人都说董捷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碎 因为当时的潘月明和董捷还没有正式离婚 这就说明董捷是婚内出轨 但即使这样潘月明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离婚之后 董捷的影视资源变少了 几年后 董捷带着儿子顶顶上综艺节目 镜头前一系列的举动 引起了大家的争议 当时在节目中 董捷带着儿子重新拍了一组亲子婚纱照 但是是嘴对嘴的照片 我要跟你结婚 我要跟你结婚 感觉特别的美好 董捷当时就对鼎鼎说 爱妈妈还是爱老婆 以后把这照片给你老婆看 这波操作属实震碎三观 看得出董捷把缺失的爱记 托在了孩子身上 潘月明和董捷离婚已经有八年了 当时法院将儿子鼎鼎判给了董捷 董捷不允许潘月明去看儿子鼎鼎 潘月明没办法见到儿子 只能一直在微博上发文给儿子鼎鼎庆声 如今 潘月明借为儿子庆祝生日之际 主动爱特前妻董捷 董捷也立刻云淡风轻 心平气和地回应了潘月明的留言 网友们给董捷留言 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就算有矛盾离婚 也没必要你死我活 把对方往死里整 我的女神懂事了 还有网友猜测两人是不是要复合 现在复合也是为了儿子吧 不管怎么说 两人都已经走出了那场离婚闹剧 潘月明也终于能和儿子团聚 希望他们的儿子鼎鼎可以健康快乐地长大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觉得你们的故事需要一句对不起吗 其实对不起只是一个遗憾的表达 每个人如果说都把这三点说出来 然后这事就跟没发生过一样